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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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孩是不是直刚说的 当义务宣传员的那个朋友 是 上次张直刚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他也去过 这个事情 廖军那边肯定是没法处理了 那现在这个事情 就由你跟他说吧 这是命令 是 小军 是不是廖军出什么事了 张直刚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 媛媛 我跟你说个事 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 这么严肃 我 直刚他 出任务的时候 牺牲了 我不跟你开玩笑 我今天真的是来找张直刚 我是来跟他道谢的 是真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们刚从追到会回来 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 媛媛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直刚他真在出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我不信 我不信 对 解散吧 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没听清楚 张直刚同志 出任务时发生意外 因公牺牲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昨天晚上才收到他送给我的包裹啊 这不可能的 你骗我 你骗我 他刚刚才骗我为你们周队的宣传人 这不可能 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个事实 想哭就哭吧 别憋着 哭出来也许会好一点 是宣泄情绪的最好方法 你让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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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进来 报告 怎么了 报告田大队 这是上次鞭炮厂失火 我八中队的情况报告 以及我自己的个人检查 检查 对 鞭炮工厂救火任务中 我八中队牺牲一名战士 作为八中队的主官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希望首长对我进行处罚 什么程度的处罚 我都可以接受 这件事情 你不要太自责 我们都调查过 张正港牺牲的原因了 所以 不管是支队或是大队 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处分 田大队 我的兵出事了 怎么可能跟我没有关系呢 所以 我还是请求支队和上级领导 对我进行处罚 好吧 你要的话我就给 谢谢廷长队 谢什么 我说完了吗 现在八中队的情况 你比我更清楚 老兵退伍的退伍 新兵还没有上来 这次张正港这件事情 对士气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给你的处分就是 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把他们带起来 把我的八中队 带到从前那种 能争善战的程度 一个月下来 没有任何起色 或是还有人 犯张志刚那样的错误的话 你就给我回到 极光仓库那边去看大门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现在我批准你谢谢我 谢谢田大队 detai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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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说廖军不再适合 从事消防员的工作了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廖军有很严重的心理阴影 这将会直接影响 他将来的消防兵职业生涯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也许这件事情 廖军跟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在他很小的时候 曾经亲身经历过一场火灾 而且他的妈妈在火灾中丧生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他对火灾和火灾现场 都有着极度的恐惧 没道理啊 照你这么说 当初他分到消防兵的时候 他就应该主动提出来 他为什么撑到现在 因为张志刚 不是 怎么又扯到张志刚那儿去 因为廖军在小学的时候 就跟张志刚认识 那个时候 他的妈妈已经过世了 他的爸爸再婚了 尽管他后母对他不错 可是他对这个女人 始终还是多少有些隔阂 廖军就是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张志刚 张志刚也自然而然的 成了他最好的伙伴 就这样 从小学到高中 高中毕业以后呢 他们两个都没有考上大学 在张志刚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想 于是他便提出了要参军 也要廖军一起 廖军跟我说 其实他打心眼里 不愿意当兵 张老师 那您觉得现在 对于廖军来说 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退役 这怎么行 你们不是需要我的意见吗 这就是我的意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消防兵的心理素质要求 在现役部队里 高过很多兵种 有这样一个 随时可能会崩溃的队员 在身边 如果今天受到连累的 是张志刚 那么明天很有可能 就是李志刚 王志刚 不是 张老师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是 我的话也许是很难听 可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这就是事实 对 他为了 其实 然员 有一点 有点 很难听 你 有点 有点 是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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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队里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廖军 出具一张诊断证明 以说明他已经不再适合 从事消防兵的工作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家伟 你不是不知道 你这么把他开除掉的话 会对他今后的一生 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今天因为他的心理问题 你把他从我们八中队开除掉 那他以后 就业找工作 跟朋友交往 乃至于家庭 会造成多大影响 咱们都知道的 是吧 你听我说 他因为张志刚的牺牲 他心里就有包袱了 你说 咱就这么把他开除掉 你还找他活不活了 好了 我说 做事 别激动 不是 现在事实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不能这么做 你知道 别激动 他现在的确不合适 继续做这个职业 就这么着 怎么撑一线 当然啊 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得商量商量 毕竟如果造成这么后果 那也不太好 你说 是不是 赵老师 赵老师 特别感谢你 对廖军这么好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 通过治疗和辅导 让他好起来 安队 其实六支导 刚才说的那些 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我也知道 用这样的方式退役 这对廖军将来的生活 意味着什么 可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 除非廖军他自己 能够完成心里的解脱 和自我救赎 否则 我真的是想不到 更好的方法 可以帮到他 知道了 那天 送完张志刚 他跟我说 是他害死了张志刚 也是 心里面 这么大的包袱 不是说写就能谢的 六支导 我想 我还是有必要 跟你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觉得退役 或许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因为在消防队 这样的环境下 会反复勾起廖军 心里阴暗面的回忆 这样时间久了 他的整个心理状态 会越来越糟糕 所谓两害相权 取其轻吗 赵老师 您的意见 我们会作为参考 咱们队里 也要好好考虑考虑 不管怎么说 他是我们其中的一员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 一个最合适料军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明白了安对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你说 我觉得你也需要 做一个心理辅导 我不用 定行 把那些人 wash 你不保识 应该 sensitive 发生了 什么 我把中心务 我 小人 你个小人 二爷呢跟我 你有病吗你 先别过来 过夜的吧 你们是战友 战友是什么 战友是你在战场上重逢现阵 那个时候替你堵枪眼 当子弹的人 同声道歉 丁总 怎么了 我觉得你最近真的变了 哪有啊 至少我们两个能和平相处了 报告 进来 安队您找我 经过跟刘志导商量 我们认为这段时间你需要休息 你不用参加训练 也不用随队出任务 报告 请求发言 说 为什么 这个是赵老师开的房子 廖军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压力不小 但是我和刘志导商量 都觉得你应该适当地放松一下你自己 好 给你十天时间 说休息 也不全是休息 虽然是休息 但也不是没任务 请收拾证事 放松点 放松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张志寅牺牲之后 我们队里面应该派人上门去 做安抚工作 可那天你也看见张妈妈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工作开展起来 估计比较困难 现在 我把这事交给你 你能完成吗 安队 我一定完成 好 把这钱交到张妈妈手里 起座 月月你好 зад他们虽然会 幻想得上 在早晨 时 我还是想得上 空 破换 呲 离 继续 刚 继续 容易 全 尔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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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可能不再适合当消防员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建立的战斗三班将面临着检员的问题 但是 张志刚同志的牺牲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见的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就必须就像我说过一样 我们消防兵没有悲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只要我们以穿上这身消防服我们的肩上就要继续扛这份责任 丁子龙 从今天起 我任命令你为战斗三班的班长 是 我的话说完了 立成 解散 安队一直都没有说什么 一直把自己停得像赶棋 但是我知道 最难过的那个 其实是他 我们是第一次 他 已经是第二次了 动作 动作 小虎 没 那 阿姨 我知道您特别难过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给您买了点菜 您真的不能再吃 那些方便食品了 吃多了对您身体不好 志刚不在了 你更应该保重自己啊 我走了 干嘛呢 鬼鬼祟祟的 找你呗 去里面 自龙啊 你觉得 消防兵这活好干吗 志刚是个好孩子 可惜了 辽君现在也是 是 这种事情啊 看在谁身上谁都不好受 何况 当时他是离得最近的一个 就像当年 郑国牺牲的时候 你们安队长 也花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明白 班长 安队 让我当战斗三班的班长 你怎么想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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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还想离开全王队吗 想 撒谎 我听说 你有一本特别有名的挂历 你 别闹我说事了 聊点正经的行吗 你以为我现在 没跟你说正经的吗 让你当班长 这是你们安队的意思 你是不明白 还是跟我这儿装糊涂的 朕哥带旦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这条腿瘸了 我早就上一线了 当班长 当班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带兵 丁子龙 你是有才的人 你自己知道 你也是个好样的 可是你知道吗 你太爱钻牛角尖了 你很容易就把自己 就绕进去了 我今天 我说句不该说的 我希望 这件事情 对于你来说 张志刚没有白死 你好好体会一下 你们安队的用心吧 从比武到炊事班 再从代理班长到班长 仔细想想 安队不险山不漏水的 把我变成了一名 消防兵 消防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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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走了 给您买了点新鲜的菜 我知道您心里特别难过 但是如果您再这样下去的话 身体垮了 只刚和叔叔在 阿姨 我走了 这大晚上的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有些资料我再整理一下 这么晚了你整理它干什么呀 得赶紧弄 我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了 调令下来了 还没啊 不过照田大队的习惯 估计也就是这段时间吧 吓我一跳 家伟啊 我最近觉得你绷得紧紧的 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哪有时间休息 张志刚的事情 对咱全队上上下下影响是不小 我知道 你啊 现在是想把自己立成一杆齐了 为的是不让咱八中队丧尸斗志 没那么复杂 别跟我说什么复杂不复杂的 你看看你自己的状态 你要是累了那你还真得休息 不是人进了糊尘的可不知道是玩的 听哥们一句劝 今儿你早点回去休息 干嘛 这些东西你先放手 你 这些文档什么时候整理都来得及 再说了 这中队不是还有我的吗 听我的啊 好好休息休息 放松放松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等状态好了再回队里 这样对你 对咱们大伙来说都负责任 是吧 放松 谈何容易啊 你说 如果当初我真的下了死命令 不让掌之刚上 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的事了 你看你看你看 来劲了是吧 这件事情谁都无法预料 你别给自己背上这么重的包袱 好不好 你呀 真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 把自己状态调整一下 这几天你什么都别干了 彻底放松放松啊 彻底放松放松啊 啊 你这样就对了 可是你要我休息我干嘛去啊 我休息了我不一样还在这队里面待着吗 这是干嘛 前两天 寒露带着小伟去我爸妈家 小伟那孩子吧 非要闹着看场电影 我把电影票买好了 本来是打算让我媳妇陪着他们去看的 结果我媳妇没时间 行了 这电影票就便宜了你了 你们几个看场电影放松放松 就当是我请你看电影了 好吧 那寒露 小伟最近怎么样 挺好 挺好 就是我一去啊 小伟那孩子总缠着我 跟我要安叔叔 你还别说 小伟那孩子还真挺喜欢你啊 孩子不懂事 这你就错了 小伟是打心眼里喜欢你 别人他还真不亲近 我说 你要是真能跟寒露好 那对小伟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你看 家里边多了个男人 有了爸爸这么个角色 你看这家庭它多完整多好 是吧 再说了 你也该自己成个家了 累了乏了 回去有个歇脚的地儿是吧 不谈 这个时候不谈这是 行 咱们改天再聊这个好不好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不许太晚 记着跟小伟去看啊 这钱也别让我白花了 现在电影票贵得很啊我跟你说 要不我把这钱给你 得了吧你 走了 感谢观看 阿姨 这是我最后一天来看你 队里给我的休假 结束了 我今天就要归队了 我知道您特别恨我 你我没能好好保护好治刚 说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队里给我的休假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 我只想每天好好的看见您吃饭 但是 我看见您吃饭瞎对付 我心里特别难受 志刚不在了 叔叔也不在了 您更应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阿姨 我妈死得早 我从小在您家蹭吃 蹭喝 我早就把这儿当成我自己的家了 我也把这儿当成我的爸爸了 爸 我对不起您 爸 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你让我照顾您好不好吧 你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 拦住我儿子 你们怎么都不拦住他 为什么不把我拦住他 不客人 不客人 进来 不客人 安队你找我 丁子龙 我就不跟你绕着弯说了 知道我为什么 要选你当这个班长吗 不知道 你还记得 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记得 原来这个位置 是留给张志刚的 可是他牺牲了 所以必须要有人去补 梅远他们几个 显然没有办法胜任 所以才会选你 我还是挑剩下的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是自己也说了吗 在我们这儿 也待不长久 我要你明白的是 不管你是去是留 你再位一分钟 就要战斗六十秒 放心 我说到 做到 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 我倒想看着你们 如何把这个战斗三班 带出样来 你还是瞧不起我 我不是瞧不起 我是不放心你们 老兵刚退伍 老兵刚退伍 张志刚就出事了 你要我怎么放心你们出任务 你们的职责是救人民余威呢 我才会问到这里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想看着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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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你相信自己 只会有真理 既然不清醒 用双手提起 就勇敢会别悲伤的阴影 既然 将随着时间抚平 将一起打开一个天空 不要再敢逮捕 难长的道路 看不见的尽头 我相信 我可以 用雨后点尝